指珍式的食音钟跟食音表有什么区别呢? 好,今天我们来谈一下食音钟跟食音表的什么区别 大家都知道,在日常生活中,其实我们经常需要用上它 食音钟跟食音表都是一种即时的器具 那么食音钟跟食音表的原理是怎样的呢? 简单来说,它是以电子为能源,以食音正当器为时间的基准 以及呈电路为核心,通过指针来显示时间的结构 如果在简单区别来讲的话,就是食音表会小一点,食音钟会大一点 所以通常食音钟的尺寸都是50毫米以上 我们就做成食音钟 食音表呢,有分别有叫表头 像这个手上的这个就是表头 也有碗表,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手表 这个表头呢,如果是在这个壳这里,再加一个表蛋 在你手上的话,就是碗表,人家手表 那食音钟呢,食音钟的话,它有钟头,有闹钟,有挂钟 有食音,特别是食音挂钟的话呢,它有可以做到很小的 像这个直径是80毫米的,也可以做到60的,50的 最大的呢,食音钟的话呢,可以做到800 像这个指针 像这个指针,它就可以做到800毫米的时钟 也是用食音终极性来带动 在这里,如果是散开树的钱,就会帮 Menschen 在这里,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 谢谢,谢谢,谢谢 感谢,谢谢